大家好 我們來看選修生物2植物體的構造與功能 那麼我們接著來看植物基數 那麼不同的版本 這有可能在第二章 第四章 第五章 那但是呢 我們主要講的是植物基數 我們上一段講了這個植物基數的發現 其實也就是生長數啦 然後接下來把生長數的功能也講了 生長數的運用非常的廣泛 所以我們那一段講了好長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談其他的基數 我們有沒有跟大家說到 我們先來談這個傳統講的五大類 那跟植物呢 遇到一些免疫 或者是遇到一些病床患 那個是特殊的逆境之下的 那個我們下次再說 我們這段先來講 五大類基數當中剩餘的四大類 疾背素 細胞分裂素 梨層酸 或叫做梨層素 梨層 還有乙溪 我們先來講這四類 那首先看到的是疾背素 那這要記得 因為它叫做疾背 你搞不好以為它的簡寫是疾B 可是沒有 它的簡寫是GA 它的簡寫是GA 那植背素呢 它的發現 跟台灣有一點關係 因為是日本人在台灣研究的時候發現的 他們呢 就種水稻 然後結果就發現 欸 奇怪 怎麼回事 為什麼有一些水稻長得很慢 欸 有一些水稻長很快 哇 超開心的 在台灣這邊遇到厲害的水稻 結果沒想到這個水稻長很快 長長長長長 啊 就死了 就死了耶 那你怎麼回事啊 那你我種水稻 我又不是把你當冠葉植物 我是希望你長出稻米來啊 結果它也不結束 啊 就死了 那你就感覺這到底怎麼回事 那迫不及待的長高 然後去死 所以他們就很生氣了 這句話不好聽 可是呢 他們那時候就這麼說 他們就覺得這水稻很馬路 然後他們就說這個水稻生了一個病叫馬路病 叫馬路病 欸 我是不是不好唸一下他的日文 因為我以前在課堂上有唸 有同學下課很憂心忡忡的來跟我說 老師這句話在日文是很不好的意思 啊 我知道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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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他們那時候就這樣講啊 而且也這樣子寫啊 所以你看我們有些同學蠻體貼的 不過我是壞老師啊 我常罵學生啊 不是常罵 就是會罵 所以這樣的學生很少 他那次有遇到一個很有趣 他下課來特別跟我講 很感謝願意跟我說話的小孩 好 來 不管了 來 我們繼續再往下看 結果到底怎麼回事啊 哎呀 你真是誤解他了 他是生病啦 原來他是被一種真菌感染 那這個真菌很邪惡 怎麼說他很邪惡 因為這個真菌呢 他會分泌一種化學物質 然後讓這個宿主長得很快 他是不是可以其中獲得比較多養分 還是怎麼樣 所以沒想到他是生病啦 後來就有人認為 這個病是疾背菌 所以呢 他們從裡面 為什麼 你到底是為什麼 被這個真菌感染 你會長得快 原來這個真菌 會有一種特殊的化學物質 然後呢 讓這個植物長得快 所以沒想到 他是一種植物激素 可是最早竟然是從真菌當中 分離出來的 這世界很奧妙 原來是這種真菌 有人是說因為它叫疾背菌 它會分泌某種特殊的化學物質 讓它的宿主長得很快 所以他們就把這個東西 疾背菌裡面提煉出來的這個東西 就叫做疾背素 那後來的話呢 在植物當然有很多真菌 另外有一些細菌竟然也會這樣 所以就找出了現在發現的疾背素 有130多種 那就如同我們一開始跟大家說的 植物五大類基數 他們就是有類似的化學結構 有相同的生理功能 就化學分子的角度來說 他們是不同的化合物 所以呢我們才會講是五大類 因為每一類都還有很多種 都還有很多種 所以呢當然我們也講了 他們這個時候就是水稻幼苗爛獎症 或者叫做水稻土長病 或者叫做笨苗病 這個是Polish seedling 就是英文來的啦 但是日文的那個就馬路病 我有講了 好沒關係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它就叫做有沒有水稻幼苗爛長症 所以又叫做爛長素 那我們來看一下疾背素 它的分泌 那我上一段在講生長素的時候 也跟大家說過 就是它是哪邊製造出來的 這個你真的行 很有餘力再去記它 不然沒關係 因為植物跟我們動物 在基數上面不大一樣的是 我們動物的基數 會由內分泌線分泌出來 那但是呢植物的基數 它沒有特殊的內分泌線 那它就是由哪些地方 而且有時候是很多個地方 就是由這一些部分所分泌出來的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可能是可以經由熱皮部來運輸 然後呢再運到它要影響的地方 然後來發揮作用 好那沒關係 我們來看它的功能 所以剛剛那一張比較沒那麼重要 然後呢它就是 欸有沒有發現 它的促進生長 是促進細胞分裂喔 生長素的促進生長 是促進細胞延長 是讓細胞變大 但是極倍速的促進生長 是讓細胞變多 因為它會促進它細胞分裂 然後呢這個時候不管 總之從外觀來看 欸植物真的就長大了 而且呢它會讓結尖增長 大家還記不記得 筋上面有結 結上面有牙 結跟結之間就叫做結尖 結尖很長 這指數就很高 結尖很短 這個植物就會長得矮小小的 然後葉片很密 所以呢它能夠讓 植株長高 總體來看是這樣 那你會發現是 結跟結之間的距離拉開了 是結尖增長 就跟舊底來看 是因為細胞變多了 因為極倍速會促進細胞分裂 那另外的話呢 有一些植物喔 因為植物激素有時候 很難以概而論 有時候我們會知其啊 不知其所以啊 然後呢只是發現 好像可以這樣 然後在農業上試試看 才發現它在農業上 有這樣子的用途 所以我才說喔 當然有可能 因為我們不是植物的關係 不過我們也不會是植物啦 或者是說我們沒有 真正從事農業 但是換句話說 如果你就算真正的從事農業 搞不好你也就只有使用的經驗 你也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它有很多 真的很難講為什麼 就是我們發現 它有這個效果 它有這個效果 在農業上就先運用 然後科學家後來 再慢慢的研究 喔原來它是這樣啊 喔原來它是怎樣啊 喔原來它是改變了 某個基因表現 喔原來它是合成了 或者是抑制了某個少數的作用 所以就有很複雜 因此植物的激素 我們常常 特別在應用上 是知其癢 而不知其所以然 或者是說 大概只有在很專業的研究 單位裡面的學者 才能夠知其所以然 我們其他人 就是能夠看看門道 看看熱鬧 看看你能夠看到投身路 是不是這樣子 好了沒關係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這一邊 它就能夠取代春化作用 因為有一些 就是一些低溫刺激之後 會促進它開花 那沒想到有特殊的植物 特定的植物 不是所有的 有些可以經過 幾倍速的處理之下 竟然能夠促進開花 那另外有沒有發現 越發現越多 就是本來講生長速 現在幾倍速 也都能夠促進單性結果 也就是它沒有真正的受粉 但是它就會發育出果實來 這樣就可以得到五子的水果 那另外的話呢 這個我們在之前講到種子 種子啊 種子你為什麼不萌發 哎呀因為我休眠還不成熟啊 那時候有沒有談到 可能就是幾倍速不足 然後里程數太多 所以反過來說 幾倍速就跟打過休眠 要種子萌發有關 那但是呢 它比較會影響的是單子葉植物 所以幾倍速是會促進 單子葉植物種子萌發 來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一點一點來看 記不記得促進生長 讓結尖增長 所以呢 這就是一個結尖很短 那就整個植物不高 葉子都密密的 這個就叫連座型 連花的連座位的座 這就是連座型 或叫做癌種的植物 那如果正常的狀況之下 它的結尖一個一個有拉開 沒想到這兩個竟然是同一種植物 對不對 那這個是圖片 這個是照片 這個照片太有名了 古今中外都一直有用這個照片 那我們先不管 你可以想像 這是一個外國人 他看起來長得很高 所以你就會想像 那麼這個植物到底長得有多高 欸 可是 它竟然連座型的這麼矮而已 但是如果有幾倍速處理的話 它的結尖增長 竟然可以長到這麼長 結果後來大家就發現 原來它之所以是連座型 就是因為它跟極倍速有關的基因 有了問題 所以它的極倍速的量之不足的 你如果給它足夠的極倍速 它就會長 原來長這樣才叫正常 對這邊來說也是 原來長這樣才叫正常 再不然的話呢 這個結尖拉不開 植物長不高 所以這種癌種的連座型的 原來都是因為他們的極倍速的表現有問題 所以你把極倍速給它 它就能長成正常 所以這個就是長成正常 就很難體會 但是一般的狀況之下 你也可以說 對它來說 它就是長這樣 你搞不好以為這樣子的正常 對不對 結果沒有 是因為它的基因表現異常 無法有效的讓極倍速的效用發揮 這句話聽起來很玄 對不對 不過也沒關係啦 只是這是一個例子 就是證明了極倍速能夠讓植物的結尖增長 但是有一句更有趣的話就是 極倍速能夠讓癌種的植物恢復正常 但是沒有辦法讓已經正常的植物長得更高 聽起來怪怪的齁 所以我才會說 喔原來這個才是它的正常高度 因為極倍速沒有辦法讓正常的植物長得更高 只能夠讓癌種的植物恢復正常 所以還是那一句話 植物激素充滿了奧妙 常常我們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有一些東西像生長樹 我們努力的要帶大家領略一些門道 但是其實到最後通常也只是在門口看看熱鬧而已 不過沒關係 我們就盡量學然後盡量去體會 原來植物激素不只是調節植物的生長而已 在農業上有許多的應用 農業的話其實是整個社會穩定跟發展很重要的基礎 來沒關係我們來看一下 極倍速是不是可以促進單子葉植物種子萌發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所以我們就來看喔 原來這是一個單子葉植物 單子葉植物一般來說是有胚乳種子 然後呢它的子葉的養分被胚乳吸收去了 所以呢子葉只有傳遞養分的功能 所以有的版本會把它叫子葉盤 這個版本比較謹慎 子葉刮到子葉盤 好所以呢當種子要萌發 記不記得種子成熟的最後一個步驟是脫水 讓它的代謝率低 然後讓外面是後臂休眠 它才能夠度過不知道要等多久的傳播的這段時間 那一旦要萌發了 萌發通常它的第一步就是要吸水 然後呢讓胚根可以突破種皮 所以呢在胚根還沒有突破種皮之前 吸水了整個種子像活起來一樣 然後呢很多的生理代謝就開始進行 有一個很大的重點就是胚 胚還記得喔 胚啊 胚酒 胚根 還有子葉合成為胚 這一邊就會產生集背素 然後呢集背素就會送出去 當然中間會經過這個子葉 我們有沒有說這個胚跟這個胚乳中間就是子葉 子葉就變成在中間幫忙傳遞 不只是養分 連這個殉籍也幫忙傳遞 所以呢胚產生的集背素就通過子葉就進到胚乳 然後呢重點是在於影響了在胚乳跟腫皮之間的一層特殊的構造 叫做虎粉層 這邊有 有沒有在腫皮進來就是虎粉層 然後在胚乳 所以它就是在腫皮跟胚乳之間有一層特殊的構造 好再來一次喔 胚會製造集背素 集背素呢過來之後影響了虎粉層 讓虎粉層製造出水解酵素 而這個水解酵素就會把胚乳的養分分解 然後就變成小分子的養分 然後呢送給胚來使用 然後就能夠讓胚發育 所以這一點要記得 不知道為什麼有很多很無聊的題目 會說集背素分泌出來之後被分解胚 同學很開心就寫了 孩子啊不要被騙啊 分解的是胚乳啊 胚要長大 胚怎麼分解 胚乳跟子業的功能本來就是提供養分 胚生長用 所以這裡要記得 我覺得這個題目很無聊 可是一直出現 無聊的題目一直出現 就是因為學生很通常 他們女士不爽 女考不爽 對不對 所以呢他就一直考 他就一直考 你要記得喔 不然你心情會不好 所以呢要記得 記得什麼 胚產生了集背素之後 是要想辦法分解胚乳的養分 但是呢 集背素它沒辦法直接分解 它是個基數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基數會影響誰 它的目標是細胞 就是虎粉層的細胞 虎粉層的細胞 就會製造出酵素來 然後分解胚乳 然後得到小分子的養分 給胚生長 所以主要是這個樣子 因此集背素才會促進 胚子葉植物種子萌發 另外有沒有我們剛剛跟大家講 它會使矮性的植物 矮種的植物 連坐狀的植物 會恢復正常 但是不會讓正常的植物 長得更高 這句話我還是覺得很怪喔 不過常常會講這句話 那另外的話呢 如果讓結尖增長 我們剛剛的重點 是不是都是放在 這個植物整個植株啊 整個枝條就衝得很高 但是記不記得 筋上面有結 結上面有芽 芽可能長出葉 芽也可能開出花 開了花受粉之後就會結果 所以如果我能夠讓結尖變長 是不是能夠讓一朵花 跟另一朵花之間的距離拉開 當它受粉長成果實之後 是不是可以讓這顆果 跟下一顆果的距離拉開 那麼果實就可以長得比較大 不然的話這個結尖很短 果實長得很膩 那就長不大嘛 所以呢這邊就有 沒有添加的 這一串也看起來很漂亮 那但是呢如果有添加之後 讓結尖增長 他們彼此的距離比較大 所以呢果實 從這例子來看葡萄 也可以長得比較大顆 所以它有這樣的效果 記不記得 剛剛說生長素 也可以讓果實變比較大顆 那個生長素的原理 是抑制離層的產生 讓它不掉 可以長比較久 就會長比較大 而這個讓果實大顆 是讓結尖變長 讓我們彼此不會擠在一起 所以我有比較餘裕的空間 讓我長得比較大 所以呢結論都是讓果實大 但是原理有一點點不一樣 有一點點不一樣 好沒關係 來我們接下來的話 看下一個基數 叫做細胞分裂素 簡稱為CK 那還是一樣類似的例子 就是它也是一大類的基數 所以它的種類有非常多 那最早的話呢 竟然是種椰子汁裡面發現的 那椰子汁的話 其實是胚乳啦 椰子是膽子葉植物 它是異狀的胚乳 很有意思 不過沒關係 有一些版本有特別的 什麼想一想 小百科小常識 專門講這一點 那另外的話呢 竟然在其他 你看真菌 哈蓮動物 所以這些地方 竟然都有找到這一類的化合物 真的是很玄 好那但是呢 大家最常講的 還是玉米裡面分泌出來的玉米素 所以呢 這當然就功能上來說 它是細胞分裂素 那但是呢 因為它有很多不同種 每一種都是一個特定的化合物 但是它們在功能上 都是扮演著 細胞分裂素的功能 那到底有什麼功能 從哪製造出來的呢 來我們再看一下 最愛是那一句話 因為個朋友 我們就整理給大家看 但是其實這一點真的很難 哪一點 就是各種植物基礎 是從哪裡製造出來的 這個很難 不過沒關係 大家看一看就好了 所以呢 它製造出來之後 有一些特殊運輸的方法 跟它的目標細胞 但是最大的重點 要帶大家學的是 這個基礎的功能是什麼 這基礎的功能是什麼 那我們現在呢 從最早的生長數 到剛剛講的幾倍數 還有現在講的細胞分裂素 那麼這三種主要都是促進生長 有沒有發現 所以這個也是會促進生長 但是它促進生長的原理 有沒有分級倍速是比較像的 一樣是促進細胞分裂 那另外的話呢 它會促進側牙生長 大家記不記得我們前面有講 什麼狀況之下 什麼會抑制側牙生長 也就是頂牙分泌生長素出來的狀況之下 就會抑制側牙的生長 而離得越近的側牙被抑制的現象越明顯 這個叫做頂牙優勢 所以我們剛才說 生長素 疾背素 細胞分裂素 都有促進生長的功能 但是有沒有發現 就頂牙優勢這件事情來看 生長素跟細胞分裂素是互為結抗的 因為生長素會引起頂牙優勢 而細胞分裂素會抑制頂牙優勢 所以我們之前是有照片的範圍 我忘了是不是有 就是你用了細胞分裂素處理之後 它的側牙是會生長的 是會生長的 就跟你把頂牙摘掉 會有類似的效果 好 沒關係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一邊 所以你要記得 因為一般來說 生長素跟細胞分裂素 都是促進生長 你要講就頂牙優勢 這件事情來說 生長素跟細胞分裂素 才是互為結抗 不然其他的話 它們都是促進生長 所以要記得 就頂牙優勢這件事情來說 生長素跟細胞分裂素互為結抗 因為生長素會抑制側牙生長 但是細胞分裂素會促進側牙生長 抑制側牙生長 會造成頂牙優勢 促進側牙生長 就會結抗頂牙優勢 聽起來有點玄 沒關係 接下來它可以延緩器官的老化 他們有做實驗 就是有葉片 有果實 還有細胞分裂素處理過之後 比較不會很快的軟掉爛掉 老掉黑掉 另外的話 這個很有趣 促進雙子葉植物子葉的擴展 因為有一些特殊的植物它的產量 跟它的雙子葉的子葉有關係 聽起來很怪 有些種子或什麼不就是這樣 那但是呢 這就是有人做實驗得到這樣的結果 所以這句話就稍微記得 因為有一些接下來就不大解釋 因為很多課本就是列出來 所以我之前就有跟大家說 常常植物激素的一些應用 也就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然後呢就是整理給大家 讓大家知道它有這樣子的功能 那另外的話呢還有這一點也是 但是慢慢的越發現越多 沒想到細胞分裂素也可以促進部分 需要照光的植物的種子萌發 那我們就挑其中幾個比較經典的 有一些是比較少的例子 跟比較新的發現的 我們就先帶大家看過去 那有一些比較經典的 我們就停下來再外多一點說明 就談到為什麼細胞分裂素可以延緩老化 它是什麼神丹妙藥嗎 然後就後來發現 其實它延緩老化是因為它會去抑制 這一些重要的化合物的分解 那甚至相反的還可以去促進 它們的一些合成 然後這一些東西存留的時間比較長 所以呢這個植物的組織 就比較不會那麼快的失去活性或老化 所以原來是這樣子的原理 那另外的話呢我們再講到 細胞分裂素有很重要的運用 也就是在於組織培養的部分 我們之前在講植物的無性生殖的後面 談到組織培養的時候 可能有稍微提過一點點 所以呢我們就藉重植物的全全能性 基本上只要活的植物細胞 你都可以經由適當的養分跟激素的處理 然後呢讓它能夠細胞分裂 而且分化形成一個完整的植株 那在這個實際操作的過程當中呢 最主要用到的激素就是生長素 還有細胞分裂素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 那首先呢 我們先找了這個植物的組織來 通常是活畢細胞 然後找來之後呢 我們就會用一些激素 那我們剛剛就講 IAA記不記得 成多乙酸生長素 CK細胞分裂素 所以我們就會用一個特殊的濃度 然後呢它就會開始細胞分裂 然後長出一團的 還沒有分化的細胞 這個就叫做育傷組織 或者叫做育核組織 那這個比值到底要是多少 這個不一定 這個要因植物細胞的種類而異 這個不一定 所以總之你就要自己試 慢慢試 然後試出一個合理的 讓它最適合的長得最好的 那你又換一種植物 可能又要再嘗試 實驗室本來就常常都會這樣 你要自己試試看 什麼樣的狀況 什麼樣的狀況 所以呢 這也是有的版本 它就提了一個數據 可能是某一個物種 某個實驗室做出來的數據 所以總之 我就會挑到一個適當的比例 生長素跟細胞分裂素的比例 那麼這個植物開心 對不對 植物細胞開心 然後就分裂 分裂分裂變成一大團 那這一大團還沒有分化 我們就叫做 就叫育傷組織 就叫育核組織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要讓它生根 然後讓它發養 要讓它發根 所以呢 要先根 根的話趕快 就有點像種子萌發 趕快固著吸一些養分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呢 怎麼樣生根 就是生長素的比例提高 生長 所以我才故意講生根 只是很多書是寫發根 生根 生長素 這樣有沒有好記 為了要生根提高生長素 所以呢 就是在比例上 那我把生長素的比例提高 生長素比例提高要怎麼做 有可能是真正的提高生長素 或者是降低細胞分裂素的量 都可以達到生長素的比例提高 主要是這個目的要去達到 生長素的比例提高 你一開始試到一個穩定的狀態 然後接下來把生長素的比例提高 那麼這個時候它就會發根 它就會生根 然後接下來還跟長得差不多了 接下來的話 我相反的是把細胞分裂素的比例提高 那細胞分裂素的比例提高 一樣是那一句話 就是你有可能是真的把細胞分裂素變多 或者是讓生長素變少 總之在這個例子當中 我們就有個數據 我們也寫給大家看 不過重點就是在於 我用了生長素跟細胞分裂素 先讓它有了癒傷組織 然後接下來再讓它發根 再讓它發芽 然後再慢慢養它 它就會變成是一個完整的植株 好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看下一個基礎 就叫做ABA 那它的中文的話呢 就叫梨成酸梨成素 或者有時候我們就叫做梨素 或叫做梨酸 但是它的簡顯都是ABA 那我們就發現它的分子結構是如此 一開始的話呢 為什麼叫做梨成酸 叫梨成素 那主要是因為它們發現 這都是在一些老的組織 然後脫落下來的組織當中 會發現比較多 所以一開始科維叉發現的時候 就認為說 為什麼都是這些老做脫落下來的 構造裡面會比較多呢 該不會它跟梨成的產生有關吧 所以就把它這樣命名 後來發現 搞錯了 其實它跟梨成的產生無關 梨成的產生跟乙烯還有生長素 所以它就一直叫這個名字 因此 學梨成酸的第一件事情 要告訴大家 它與梨成的產生無關 要記得 它與梨成的產生無關 然後呢 有沒有發現 它存在於很多的器官當中 但是成熟或老化的會比較多 然後呢 它有特殊的運送方式 但是重點是在於它的功能 所以剛剛有沒有先跟大家 稍微談一下 生長素 其類素 細胞分裂素 比較是促進生長的 那麼梨素 它就是抑制生長 可是不要覺得 哇 那它是一個邪惡的力量 不是這樣子的 大家都是在防住植物 別忘了是多細胞生物體內 互相協調的 我為什麼要有這種力量 來抑制生長 那就是因為現在食不抹雨啊 不要強出頭啊 會死掉啊 對不對 所以很大的重點就是要讓種子休眠 讓牙休眠 為什麼 因為現在天氣很冷 你會凍死啊 對不對 你不知道你現在有沒有被傳播到好的地方去 你要忍一忍啊 對不對 所以梨層術的功能作用就是在這裡 欸有的版本有提供一些照片 你看像大家都還是玉米粒 欸只有這一個破目期待萌芽 你都還沒有傳播出去 或者你還沒有到適當的地方 你還沒有落到土壤 你在這邊萌芽 等到你裡面的養分用完 你不是死了 對不對 原來發現 它就是因為梨層術的量不夠 是不是因為自己的基因 梨層術相關的基因出了問題 這一個更可怕 有沒有 這怎麼大家都這樣子 還在玉米粹上面 還是整個玉米粒 就已經開始萌發的亂七八糟了 看起來有點可怕 所以才說在一般的狀況之下 它就是可以 欸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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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急 對不對 忍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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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是它的功能 另外的話 我們之前在講葉片 在講氣孔的時候 是不是跟大家說過 這個ABA可以讓氣孔關起來 可以讓植物的征戰不要那麼旺盛 可以幫助植物渡過缺水的逆境 所以它也叫做逆境激素 它也叫做逆境激素 那跟大家強調 再次強調 對不對 就是它與黎層的產生無關 也就是與落花落葉落果是無關的 這是科學發展上的一個小小的謬誤 只是就也沒關係啊 我們知道就好了 不見得都要去改了 好那我們就剛剛講到 黎層酸的話呢 它ABA 它會促進休眠 不管是種子還是牙 所以我們就講 有人把它叫做休眠素 然後呢 就這個例子來看的話 就是有一些牙 你不要急著 現在就冒出來 冒出來會死掉啊 所以有時候外面 就會有一些東西保護它 我們叫做牙齡 就有一些特殊的構造 然後來保護它 重點是叫它休眠 不要急不要急 你現在冒出來會凍死的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休眠 那另外的話呢 這個我想大家可能很熟 這個的話呢 就是水鼻仔 那它有胎生現象 有胎生苗 但是你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其實是什麼 其實是它受粉了之後 結成的果實 沒想到裡面 但是對我們來說 是一個常態的 裡面的黎層素是不足的 所以呢 它就不會休眠 它就直接發芽 那這個時候呢 還跟磁珠相連 所以我們才說 這是一個胎生苗 這是一個胎生的現象 沒想到跟它的這個 梨層素不足有關係 才會使得 它根本還沒有傳播出去 就已經發芽了 不過也沒關係啦 它會長得一隻一隻 長長的像筆一樣 所以叫水鼻仔 或叫水鼻子啊 然後接下來呢 等到發育得很長之後 總是會掉 掉到脫落之後 可能就直接插進裡裡 或者是被海蟲 很潮汐帶走 都是有可能的 好 那另外的話 我們剛剛就講了 它也叫做逆境激素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原來當植物缺水的時候 然後呢 就會產生了ABA 然後就會讓氣孔關閉 那氣孔關起來的話 增散就不要太旺盛 所以這一點是我們最常講的 那但是有一些部分的版本 會額外多提供一些 沒想到它還可以抑制側芽的生長 當然側芽就是抑芽啦 然後呢 就可以減少水分的散失 因為側芽長了 長出葉來 葉的話可以光合作用 沒錯 可是葉也是會蒸散掉的 所以呢 不是每個版本都有講到這一點 那另外的話 還能夠誘導枝根的產生 增加吸水的面積 還是那句話 最多人寫的是跟氣孔有關的 不過這個其實就可以看一看 好 我們把焦點放在我們剛剛說的 就是促進氣孔關閉這件事情上面 那氣孔為什麼會打開 氣孔為什麼會關起來 那打開主要是因為膨脹的關係 那為什麼好段段的會膨脹呢 就是因為裡面的離子濃度高 濃度高 滲透壓高 滲透壓是負壓 負壓會吸水 吸水會膨脹 膨脹氣孔開 對不對 那當然之前我們已經跟大家介紹過了 跟它裡面厚外面薄 跟它有紅的微纖微絲 都有關係 那但是話說回來 那既然這樣的話 為什麼黎層酸 端端的能夠讓氣孔關起來呢 到底是怎麼回事 原來是ABA來了之後 當然這個版本的圖就有畫出獸地來 所以保衛細胞上面就有ABA的受體 那保衛細胞接收到ABA的訊息之後 它會讓它的甲離子通道開啟 然後呢 甲離子通道開啟之後 原本膨脹是因為裡面濃度高 什麼的濃度高 甲離子濃度高 那我現在呢 ABA來了 我的甲離子通道開啟了 那麼裡面高濃度的甲離子就會跑出去 所以呢 裡面本來是濃度高 滲透壓高 然後雖然是負壓 負壓會吸水 吸水會膨脹 那我現在甲往外跑 我就濃度低 那麼我就會萎縮 一萎縮之後呢 氣孔就關起來了 原來它的原理是這樣 是影響到甲離子通道 讓甲離開 甲離開濃度改變 水跟著離開 紅壓下降 整個細胞萎縮 氣孔就關起來了 原來它的原理是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講最後一個 也就是講到乙溪在五大類激素當中 那乙溪呢 它的化學式或它的英文都比較單純 所以它沒有這個簡稱 那乙溪的話 它剛剛已經說了 它最單純 另外的話呢 它也可以是水溶性 也可以是脂溶性 更特別的一點是 它是五大類激素當中 唯一氣態的激素 欸氣態是什麼意思 氣態就表示會飄出來 一般來說激素是影響自己 但是因為乙溪 它有可能變成氣態會飄出來 所以它竟然也有可能影響到別人 這一點是別的激素比較沒有的狀態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繼續說 大家先記得 它也可以是氣態的形式 跑出來之後會飄走 會影響到其他個體 其他的激素是不會這個樣子的 那我們就來看到的是 還是那一句話 這個的話 因為本本都有寫 我們就有整理 不過這個的話 比較不是那麼重要 比較沒那麼重要 比較重要的是它的功能 那我們就可以來看到 乙溪可以促進果實成熟 所以有人把它叫做果實成熟荷爾蒙 它可以促進老化 所以有人把它叫做老化荷爾蒙 它會促進離成的產生 原來啊 花會落 葉會落 果會落 是因為在花跟葉跟果的基部 出現了離成 而這個離成為什麼會產生 就跟乙溪量多 生長度濃度低有關係 所以這一些離成產生之後 這些花葉果 就沒有足夠的力量拉著它 接下來風吹震動摩擦 地心裡的拉扯 它就會掉 它就會掉 所以呢 花要落 葉要落 果要落 竟然是植物決定的 是植物決定的 因為植物會產生離成 讓它的拉扯 把它拉住的力量弱 然後它就會脫落 那另外的話呢 不是每個版本都有寫 還有多一個 會抑制胚久的生長 那我們的畫是綜合的版本 所以雖然有些不是那麼重要 也不是每個版本都有寫 我們就盡量整理給大家看 那另外的話呢 剛剛講到的逆境 是這個缺水逆境 所以APA能夠幫忙度過缺水逆境 然後讓這個氣管關閉 但是有部分的狀況之下 有部分的植物它面臨的 反而是淹水逆境 它面臨的並不是缺水逆境 而是淹水逆境 那淹水逆境最可怕的就是 因為水淹了表示什麼 表示土裡面的空隙 全部被水填滿 那土其實是個多孔的材質 它這個材質裡面有空隙 它這個材質裡面有水分 但是如果現在淹水了 幾乎空隙就會被水填滿 水裡面就沒有空隙 就沒有足夠的氧氣 因此雖然我們說的是淹水逆境 可是它更嚴重的是 引起一個缺氧的現象 所以雖然我們講的是淹水逆境 但是我們擔心的是氧氣不足 因為根大家還記不記得 根在土裡面吸收眼淚 是靠促進性擴散跟主動運輸 促進性擴散不耗能 但是主動運輸要耗能 耗能的話就是耗ATP 要產生大量的ATP 最好的方法是有氧呼吸 所以一旦淹水之後 空氣被逼出去了 已經沒什麼空氣了 水裡面融的氧氣的量 又太少了 所以呢這個時候就會 叫做缺氧逆境 所以要知道淹水逆境 主要是缺氧逆境的意思 好我們挑幾個重點 再直接講進去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乙溪為什麼會促進果實成熟 這個在果實的功能發揮上 有很大的重點 果實的功能是什麼 大家還記不記得 果實的功能 是要促進種子被傳播出去 那果實我如果說是靠風傳播的 如果是靠水飄的 那比較無所謂 可是如果它是靠動物呢 動物來吃動物來摘 然後接下來種子無法消化 或者是動物吃了會亂丟 那我要想辦法把動物吸引過來啊 所以果實最後要成熟 讓動物吃了覺得甜 然後呢讓動物吃了覺得它軟 然後呢讓動物看得出來 它現在已經好吃了 遠遠的就聞得到它很香 所以就會過來 因此你也可以想說 植物為什麼這麼笨 行這麼多光合作用 花這麼多能量 結出這麼漂亮的果實 給我們動物吃 你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我們動物有腦植物沒腦 可是植物沒腦它卻在努力動物 那是因為我知道你吃完種子 你也消化不了 我知道這個東西吃不完 你會亂丟 然後你就幫我傳播了 你傻傻的 對不對 所以沒腦不見得比較笨啊 植物沒腦超厲害 好了我們現在不管這個折緣了 你沒有要聽這個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一邊就是對照著 然後呢 你給它通乙烯 它就成熟 對不對 它就變甜變冷 變色變香 這個用香蕉 用釋迦 這種來舉例都超明顯 回到我剛剛跟大家講的 我們有沒有說乙烯是氣態 它會飄出來 所以它飄出來之後 會影響到別的個體 因此呢 有時候 你如果這個水果把它悶著 它的乙烯散不出來 這個東西就爛得快 你今天如果把這兩個包在一起 這個也會熟 為什麼 因為它成熟了 它會釋出大量的乙烯 大量的乙烯讓自己更熟 又釋出更多的乙烯 更多的乙烯又讓自己更熟 一定很有正為貴的感覺 那但是呢 如果你把這兩個悶在一起 這個的乙烯因為是氣態 會飄出來 會飄到這裡 會影響它 它也會變成熟 它也會變成熟 所以這樣的問題就來了 所以呢 以希我們剛剛講到 讓果實成熟 它在農業上很棒的一個作用是什麼 就是 在農產運銷跟倉儲上面 因為有時候呢 果實它成熟了 會變得很軟很爛 例如說我講的世家 還有呢 還有番茄 那它很軟很爛 那你這樣 你要怎麼樣子儲存 你要怎麼樣農產運銷 它會爛掉啊 所以他們常常在未熟摘產 還沒有熟我就先摘下來 那開始要倉儲控制 是市場上的量 還是說我要把它運到什麼地方去 然後等到我要上架販售的時候 沒關係 我在通乙烯 然後就把它吹熟 欸 它就很爛香甜 當然要看狀況 不能太爛 然後呢就可以賣 例如說 世家 如果你去買世家 欸有時候老闆可能問你 你是要現吃的還是要放一下的 那你為什麼要問我這個問題 因為你如果要現吃的 我就給你很成熟的 如果你要放一下 你知道你買過世家回去是硬的 你知道嗎 然後承受的世家軟道 你這樣撥不開 因為你一撥手指就會陷進世家裡面去 番茄也是一樣啊 我們國內沒有啦 國外是有些地方 番茄承受的季節 一堆人還會打番茄仗 就是用爛番茄 又來又去 又來又去 你如果用這種青番茄 打兩下活動就結束了 因為它就昏倒了 你知不知道這一些 番茄有時候採收下來是硬的耶 沒有棒球那麼硬 可是也很硬耶 你都要地上會彈起來的耶 所以呢這一些的話都非常硬 它才會在農產運銷的過程當中 不會壞掉 然後接下來就是通乙烯 那通乙烯當然它有化學的方法 你可以製造出乙烯啦 或者比較傳統的方法就是用電石 然後加水冒煙裡面就有乙烯 那或者是說拜拜 因為拜拜燒出來 其實燃燒是一個很複雜的過程 然後香也是很複雜的成分 然後但是一般來說燒下去 它其實都會燒出乙烯來 所以呢其實早期對乙烯的不了解 很多是那種什麼煤油燈啊 真的會點一些燃料的一些路燈 附近的落葉好像比較快落掉 然後呢拜拜啊 這個供桌附近的一些鮮花蔬果 也比較容易熟 那當然也有可能無法排除是這個 這個祖先跟神仙下來吃 所以它就爛了 那但是科學上的解釋 比較不是這樣子講的 而就是因為燒的香裡面 會有乙烯的成分 它就會促進果實老化 所以主要是這個原因 那另外的話呢 老化不是只有果實啊 花也是一樣會老化 所以有的版本也會提這樣的事情 接下來我們把重點放在梨層上面 好我們一直跟大家談到梨層 我們現在好好地談一下梨層 所以呢葉會弱花會弱果會弱 是植物決定的 我們以這個葉片為例喔 它從金延長上來有一個葉餅 結果呢在這個葉餅的基部 就會出現了很多很多的小小的細胞 這個小小的細胞也就是梨層 然後另外一個版本它其實呢 這個是葉這個的話就是果 有沒有金上面有結 結上面長出來這是一個果餅 下面可能是一顆果實 但是中間的地方中間的地方 也出現了很多的小細胞小細胞小細胞 那這到底怎麼回事我們把它畫成模式圖來看 原來中間的這個小細胞小細胞 我們就把這個叫做梨層 本來是沒有的 但是呢梨層出現之後 糟糕這附近就會有一些酵素出來 那麼這些酵素出來會幹嘛 它會把細胞B的成分分解 它會把植物細胞跟細胞中間的中交層也分解 分解了之後這個拉住的力量就不大 接下來東西就會掉 所以呢這個就叫做梨層 而梨層為什麼會產生就跟乙烯有關 當然也跟生長素有關 所以呢生長素多 那這個花這個葉這個果就是青春的 就是年輕的會繼續長的 就不會有梨層 當生長素少而且乙烯多 植物就會判斷 喔你老了那你該走了吧對不對 所以它就會形成梨層 因此呢梨層的產生再次強調 與梨層樹與APA無關 而是與乙烯還有生長素有關 好我們這邊以葉的脫落為例喔 所以呢在葉子還年輕的時候 欸它有生長素 那麼這個生長素量多呢 它竟然會量出來可以維持 它這邊繼續留存 所以它不會從枝條上面脫落 那或者你也可以說 癌癌的濃度高 然後呢它就可以讓葉底的肌部 也就是這個蝦蓮的地方 它就沒有辦法有乙烯嗎 我沒感覺我覺得它青春陽立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呢就不會產生梨層 欸那但是隨著葉子的年紀越來越大 生長素分泌量少了 乙烯的濃度高了 或者就算乙烯的濃度沒有高 但是生長素少了 沒辦法再抑制 葉餅肌會突然感受到 欸奇怪現在好像有乙烯欸 那是不是你老了 欸你老了 然後就有梨層 就掉下來了 所以簡單來講 梨層的產生就是因為生長素濃度低 然後乙烯的濃度高 或者是說生長素的濃度低 然後呢 葉子能夠感受到乙烯的濃度 再不然在生長素濃度高的狀況之下 會抑制它們對乙烯的感受 所以也就是與梨層的產生有關的 是生長素以及乙烯 當生長素少 乙烯多的時候 就會產生梨層 這個構造花葉果就會脫落 而跟梨層酸跟ABA是無關的 好啦 就我們談一下剛剛跟大家講到的 淹水逆境 那麼剛剛也跟大家說了 淹水逆境的話 重點是在於 水會把土壤當中的空隙填滿 然後呢 就會使得氧氣不足 那怎麼辦呢 結果沒想到缺氧了之後呢 竟然會出現乙烯 然後呢 乙烯就會使這邊的細胞死掉 那細胞死掉之後的話呢 這邊細胞死了就沒東西了 因為這一些是薄的 薄壁的細胞會被分解掉 所以死掉之後就不見了 不見了之後就空掉 啊 為什麼空掉就可以對付缺氧逆境 因為別忘了 通常淹水 當然你如果植物水淹到 整株植物都被淹沒 那大概也就不行了 但是在大部分的狀況之下 淹水其實就是植物的地下部 或者了不起部分的精 它可能還是有很多的 這個其他的部分啊 很多的精啊 葉啊 還是都在空氣當中的 所以呢 當我出現了淹水缺氧的逆境 我這時候已吸出來 讓這邊的細胞凋亡死掉之後 留下空隙 那表示什麼 表示在地上部 表示在水面上 沒有被水淹到的地方的氣 就有可能經由這個空隙 經由這個通氣的組織 然後就會往下 就能夠讓根有足夠的空氣 因為你在地面上的不用擔心 地面上的空氣很多啊 而且空氣氣孔會跟外界相連啊 所有氣都會自由進出 也不是只有二氧化碳啊 更何況如果是白天起光的作用 自己也會有氧氣啊 所以呢 它就會讓這些細胞破掉死掉 然後就有了空隙 然後有的版本會把這個空氣 將會通氣組織 那其實根本沒東西啊 只是個空隙 讓東西可以下去 這時候根就可以得到足夠的ATP喔 那麼以上就是把五大類激素 我們很快的講一遍 那真的很不容易學 我自己是生物老師 我覺得整個生物學在高中當中啊 我覺得最難的 而且最容易很亂的 就是植物激素 但是它在農業上的應用 真的非常的廣泛 只是說有時候啊 我們可能沒辦法了解各充的奧妙 所以啊要加油